大家好,我是鼓山高中的隊長,薛瑞瑜 鼓山高中是藝所臨近高雄市財商自然公園及高雄市立美術館 是藝所具備人文與學術的優質完全中學 接下來我要問我們同學關於這次物理演示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在活動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在整個活動中我們遇上很多阻礙 像是時間面對上,心因結構理論不符等等 在這種種的問題裡,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自我心察的部分 需要不斷地去尋找自己目前的缺乏 我們在心的同時不斷地做出改變 這是我整個活動中生活最多也是我最認為困難的一部分 第二個問題,這個學習方式和平常上課有什麼差別? 這種學習方式跟我們平常上課的差別 在於它需要透過整個小組的工作分配 才可以完成裡面的實驗數據 而專題研究這場課,它主要是透過整個小組的討論 進來提升我們對於學習知識的增加 而我們平常上課則是需要透過個人學習 來增加知識的含量 第三個問題,在老師的檢驗過程中 你有什麼特殊心得? 我們在給老師檢驗的過程中呢 就是會很緊張 因為我們檢驗的老師是物理老師 所以就很害怕自己講錯 再來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呢 就是會一直NG一直NG 因為很容易笑搶 再來就是說 我們就是整個影片剪完之後 然後講解完之後就是心裡會有個大石頭放下的感覺 第四個問題 活動到最後和原先的期待差距有多大? 你有沒有失望的感覺? 活動到最後和原先的期待差距有多大? 有沒有失望的感覺? 這次的實驗我並沒有感到失望 就是如果真的有失望 也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完成這麼精彩的活動 然後我們的想法也是比最初的想法還要再更正經欣喜以及萬喜 正經欣喜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參與如此有深度的活動 萬喜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更好 我們在活動最後已經和當初直強敷衍了事 然後而且還毫無興趣的我們相差甚遠 第五個問題 這個活動佔你用不少時間 你覺得這是值得的嗎? 這個活動比我們一開始預想的還要更加豐富多彩 從一開始只想要拿到證書為目的 到最後收穫滿滿的過程中 我們收穫到了許多知識點和實驗觀察操作的技能 這些技能將在我們未來升學的道路和職場上都有辦法帶來幫助 能夠更好的面對各種挑戰 因此我覺得這項活動是非常值得的 第六個問題 你會鼓勵學弟妹明年也參加這活動嗎? 我會鼓勵學弟妹們參加這一項活動 因為就是在活動的過程中你可以鍛鍊到很多的能力 像是你的創意思考或者是拍攝影片的能力等等 然後每週會寫一篇週記 你可以在活動完全結束後中山大學會發放一張證書 你可以把你的證書跟你的週記合在一起 這樣的話你的實習歷程答案看起來就比較豐富 為什麼想讓我們參加這活動? 首先老師覺得呢 同學平常在學物理的時候 很難得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可以針對同一個物理主題來做實驗 那這個實驗演示活動呢 剛好給同學一個這樣的實作的機會 然後老師覺得呢 這個活動提供大家一個做實驗的方法 在手機裡面有很多APP 同學可以利用簡單的器材 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一個實驗結果 那再來就是說 老師覺得你們透過這個實驗可以走出校園 然後跟其他同學互相討論 那也了解到其他學校的同學 他的想法呢 跟我們有什麼樣的不同 或者有更好的地方 同學表現如何? 我覺得同學在這一段期間內的表現呢 大致上都非常的好 那老師也觀察到有一些同學 可能他平常學科的成績表現呢 不是非常的突出 但是呢 做起實驗來卻非常的積極努力 那我想老師看到你們這樣的一個積極度 老師也感覺到非常的開心非常的好 那趁這個機會呢 老師要給你們加加油 好 隊長表現如何? 我們的隊長呢 瑞宇跟若琳兩位同學表現可以說十分的好 那非常的盡責 因為有時候在聯絡事情的時候 其實可能就會感覺到 其實要把一個訊息呢 傳遞給同學都清楚 其實是需要相當有難性而且仔細的 那兩位同學表現的都非常的優異 好 就不會很容易 走 我們來看 大家看 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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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